骑士和猛龙两支球队上赛季 还在东部季后赛中交过手 本赛季虽然两队的阵容都有不小变化 但每次碰面因为各种心仇就恨 还是会打得格外来劲 北京时间3月12日 猛龙客场以101比126不敌骑士 但相比比赛结果 两队在赛场上爆发的冲突更为引人注目 猛龙队的伊巴卡跟骑士的马奎斯克里斯在场上发声 挥拳相向 冲突的一幕发生在比赛第三节的最后时刻 猛龙布置了一个后场长传到前场的战术 负责接球的伊巴卡与克里斯在骑士三秒区附近角力 双方相互拉扯 胳膊纠缠在一起 都有不少小动作 伊巴卡在起跳想要拿球的时候 身体失去了平衡 不仅球没接到 人也摔在了地板上 看到这样一幕 克里斯对着坐在地上的伊巴卡 喷了几句垃圾话 而伊巴卡也没等队友跑过来 把自己拉起来 爬起来就直接朝着克里斯过去 一双大手直接掐着克里斯的脖子 把他朝一边推去 克里斯显然是毫无准备 加上背对伊巴卡 搞不清什么情况的他 慢无目的地挥着拳头和胳膊肘 反观伊巴卡 因为一直控制着克里斯 在把他推到篮架附近后 腾出右手就是一个 直拳打了过去 克里斯反应也很快 躲开这一拳之后 也立马挥拳反击 两人扭打在一起 而此时 还在场上的双方球员 和两队的工作人员 纷纷赶到案发现场 把两人分开 这样严重的暴力事件 NBA肯定会追加吹罚 而且对于伊巴卡 这样的惯犯 也不排除NBA联盟会对他加大处罚力度 在2017年的3月 伊巴卡就曾经跟公牛的罗宾洛佩斯在场上 相互挥拳打架 双双被禁赛一场 但作为一位暴躁老哥 每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还是可以看到伊巴卡 挥舞着自己的长臂和双拳 要像个男人一样 我必须保护我自己 当年跟洛佩斯打架后 伊巴卡说 我可不会傻愣愣的站在那里 就看着一个人打我 然后我如无奇事递走开 我要保护自己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 而我就是保护自己 他先朝我挥拳 那我就必须做点什么 NBA赛场上 都是血气方刚的男儿 打到激烈头脑发热 也在所难免 但是相比每次 都暴躁的伊巴卡 上图里笑对拳头的巴恩斯 两人的段位 不言而喻了